Performance Review是一年一度最好的升职加薪的时间 你准备好了吗 大家好,我是铁饭王的CEO Ray 作为一间拥有上百名员工的老板 我看见太多员工 因为没有准备好Performance Review 而错失了争取更好的前途机会 Performance Review就像你在职场中的期末考 可是超过80%的员工 在Review前没有做好功课 错失了机会 我也看过很多人在Performance Review的时候 觉得自己score的是A 但是老板却评分为B 因为没有运用正确的说话技巧 很好地固欢而散 我会在这个课程 一一教导各位打工一组 Performance Review里面的前、中、后 的三个黄金方程式 里面包括了15个实际例子 和策略 课程内容里包括了 第一,员工在Performance Review的时候 应该要为自己争取什么 第二,员工在Performance Review之前 应该要做的五个功课 第三,员工在Performance Review的时候 应该要运用的三部曲 这三个步骤非常重要 一定要一步一步跟着做 做错了可能就前功尽弃 第四,员工在Performance Review之后的黄金时段 应该要做的两样事情 第五,也是每个人最常忽略的五个常犯错误 随便踩到其中一个地轮 你一整年再好的表现 也会被埋没了 看这影片的你 无论你是有多少年的工作经验 又或者是 你将被confirm成为一个正式员工 这个都将会是让你一个终身受益的课程 课程里面 我们还会免费送你课程笔记 让你方便学习 最重要的是 我们会在课程里面 有现场Q&A的环节 一一解答你的问题 想要在你的Performance Review Score A吗 我们课程见